这是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整片基地上停满了各式各样的飞机 战斗机 直升机 波音克机 甚至是轰炸机都被停在了这里 别的国家的飞机都停在停机坪上 美国的飞机为什么要停在荒芜人烟的沙漠里呢 飞机脚下的这片沙漠可不是普通的沙子 而是一种特殊的碱性土壤 碱性土壤的PH值大于7 更加坚硬一节块且透水性较差 这意味着即便沙漠降雨 也不会使土地变得松软 避免了飞机发生下陷 另外 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位于美国西部是典型的沙漠气候 降雨稀少 气候干燥 在这种环境下能大大减缓飞机的腐蚀程度 除了土壤和天气这些天然因素外 工程师们还对飞机下了不少功夫 可以看到这些飞机的引擎和窗户上 都被贴上了一层白色胶带 这是因为沙漠风沙大 把飞机完整地密封起来 就能降低飞机的损化和污染 也避免了内部机械零件受到封杀的侵袭 除此之外 还会在飞机表面喷上一层黑色涂层 这是因为沙漠光照 强烈且炎热 这层涂料可以反射外部热量 保障内部环境不受到高温损害 说了这么多 你一定会疑惑 这些飞机会被永久停放在这里吗 当然不会 一般这些飞机最终会去往四个方向 第一就是暂时停放 等到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起飞 为此 这些飞机每个四年 都会被拉到机库进行检查和维护 第二就是退役飞机的回收利用 这些飞机中有一大部分都是战斗机 这些战斗机里面的零部件 在经过拆解和维修后 都可以再拿来重新利用 也可以售卖给别国 2005年共回收利用了1.9万个零件 总价值5.68亿美元 第三是放进博物馆进行参观 例如皮马航空航天博物馆 这里有超300架飞机和航天器 以及12500件文物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从二战到70年代末的飞机 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博物馆之一 第四就是直接做报废销毁处理了 最后再来跟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 好莱坞电影《变形金刚2》 《堕落者的复仇》 取景地就是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 其实除了飞机 退役后的轮船也差不多是这样处理的 在孟加拉的吉大港 坐落着一个长达18公里的码头 这就是全世界最大型的拆船工厂 每年有超100艘轮船 会开往这里进行解体 然后再将零部舰售卖到世界各地 当然也有一些退役轮船 被用来陈列观赏 例如停泊在重庆长江边 海军退役的珠海号166军舰